好,這邊,第一個,因為我們說過這個檔案太舊了 它不能用開啟,開啟的會就是看不到 所以你記得要用匯入的,所以import import裡面選melvin09 smooth weight OK,這個檔案把它揮進來 然後再來呢,它現在長得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modify,evaluate node 因為它的IK被關掉了,所以evaluate node 所以它就恢復正常 然後再來就是關節要調小一點 所以呢,animation Display animation,joint size Display animation,joint size OK,所以這邊joint size呢,輸入點1 點1個隨便啦,這個就是小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關節看得到 OK,好 所以,呃,這是前面的第一段 那第二段呢,開始就是要把影像給丟進來 那所以你在社團裡面呢,你下載那個檔案 我看一下這個檔案是下載是在哪裡 我看一下 這邊是 有一個,這個motion test 然後這個motion test 這邊先把它解開來 所以呢,你應該先用7zip解壓縮 解壓縮以後呢,它的這個檔案是motion test 在這裡 OK,所以你要把這個檔案,它是連續圖檔 那瑪雅的連續圖檔跟f3face的不太一樣 它的編碼方式很詭異喔 其實基本上我是這麼覺得啦 它前面是沒有那個0啊 一般來講,只是我們在做 用其他軟體的時候 連續圖檔,它的編號是會 前面會有0的 有三位數啊,四位數啊 像這個是比較奇怪的 我們現在把這個檔案呢 先整個資料夾複製到 文件,然後再來是瑪雅 這邊是project,然後再來是speaker 然後再來是,呃 這邊感覺上應該比較適合的是sauce image sauce image這條夾喔 或者是,這裡有movie嗎? 有,有movie欸 要放movie好了,貼上 所以把它整個弄過來以後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它會有個view image plan,imported movie image plan,學過嗎? 沒有 image plan呢,它是所有3D軟體裡面 都會有類似這種東西喔 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建模的時候有參考圖 第二個功能是,在做3D動畫的時候 會把影片背景直接放到後面 就兩個功能啦 一個就是影片背景 一個就是真的建模的參考 所以呢,這邊view image plan,然後再選 import movie view image plan,import movie import movie 那這邊的movie我選motion test 然後再來movie file,who files 這邊應該是選第一個吧 我看一下喔,這邊 這邊 這邊是,這邊怎麼變成WLV 等一下 所以這邊我看喔 這邊我們因為是連續圖檔 所以要用這個啦 喔,import image 所以這邊我要關掉了 再耍白是,import image ok 然後再來是到這裡 然後這邊再去找 movie 然後這邊notion test 然後選第一個檔案 ok 這邊呢選第一個檔案 這裡有寫嘛 然後再來就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呢 其實 呃,它這裡會有一個image plan attribute 就是這個image plan的一個屬性喔 先開吧 所以這邊呢,先挖拉看看 它會不會動 不會動 不會動的話呢,我們這邊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的是image plan attribute 調出來 調出來以後呢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 use image sequence 有看到嗎 使用連續圖檔 所以呢,這邊就變得會動 可以嗎 先做到這裡好了 那畫面先關鍵